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在英国医院 他们还可以很容易抗讯 我知道 我会离开 然后你也得离开 好 先生 借个火 精神病人怎么会抽烟还这么清醒 好 你干什么 你要干什么 脱离离服 脱离离服 你要死吗 脱离离衣服 好好好 我走 我走 别开枪 等一下 车我要用 快 快 一定要把人给我救活 我马上送他到前流室 给我送 快 来 李嘉宗 欧阳是你 快 先把他弄进去 好 这怎么了 明明就把你的事件告诉我了 我是专门来接你的 快 这边 这儿 委屈你了 先进去 好 快 快快快 快 这次没有抓到李查德不要紧 只要证明他还在上海就行 上海现在各个通道 都已经严密地把守 我相信 他差池难逃 请放心 只要他还在上海 就肯定跑不了 你们可不要小看李查德 这个人 能两次在我们眼皮底下逃走 就足以说明他的难难 他的信条是 不窍保险贵 文件却主动送上门来 不持枪闯入密室 但门却为他自动打开 所以对他 你们必须一万分小心 是 下去吧 我们已经为你安排好了 离开上海的船 你收拾一下 马上走 不行 我现在不能走 德国已经开始进攻苏联 苏联兵力损耗非常严重 现在可以使用的军队 有一百五十万人 但是这个军队就是为了防止 关东军入侵的 如果动用这个军队来保卫 莫斯科 斯大林最担心的问题 就是日本是否趁这个机会 降临海神王西伯利亚 以后西津跟德国夹击苏联 这些跟你离不离开上海 有什么关系吗 特高科有关特严的具体内容 这很有可能是日本南下 或者北上的重要角色 可是日本军队 并没有动手的任何迹象吗 这就是日本参谋总部的一种诡价 他们要欺骗希特勒 他们并不要和苏联硬碰硬 他们更希望 在德国灭亡苏联后 并不确认得北上和德国瓜分苏联 我懂了 日本参谋总部必须做出决定 是南下还是北上 这对中国 对苏联 对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人 都极其重要 这就是我为什么必须留在这里的原因 请不吝点赞 好 节目开始了 我们工作吧 我们工作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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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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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本来李宗盛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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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